拿出自知的金牌酸蔣萬安 不論是奧運領養配 還是江匯巨蛋開唱 什麼都要蹭 但綠營議員更希望市長 把重心放回台北市政上 尤其是前朝科市府任內的爭議案 更不能馬虎 依法持續查辦 金華城案尊重司法調查 這是你最近這段時間 對媒體所做的所有的回憶 依照相關法令的解釋 以及含生內容 我們就會依照規定 我們絕對尊重司法的調查 直接播放出蔣萬安秀仿大集合 許淑華痛批市長 對於重大議題都用罐頭緒回覆 而如今金華城案 已經被北院核准假扣押 但蔣萬安說還要發公文 給檢院確認才會勒令停工 遭質疑做假動作 如果地院跟北檢全部都回答 這個問題不是本院 或本署的權責的時候 你會勒令停工嗎 貝比問到終於松口 金華城案台沒落幕 柯市府的其他兩案再度成為焦點 再來我問市長 你知不知道現在北市科T17 T18 還有南港轉運站BOT 已經在招租 現場公布照片上面寫著工地 為例電話 有民眾照著上面打電話去詢問價格 明年年底台灣個月平兩千八 月有請一個死亡保存金 林岩鳳質疑新售公司隱瞞工程 延宕事實竟然還提前招租 但這樣的行為恐怕違約 實際談開來看市府與新售公司南港轉運站BOT案的違約條件 明定新售公司在建物還沒全部完工前 不得未經市府同意就先預收建物的訂金或租金 否則市府得要求對方限期改善 甚至要求解約處分 開議第一天從京華城案到北市科 南港轉運站BOT案 科問者任內建設爭議 在蔣萬安時期持續延燒 繼續網路其實有委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吝 музы 北劍 北劍 防